大家好,我是孫韻,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雙頂而穩 講講廣股情況,今天廣股反覆 高開後升幅慢慢收窄,曾經倒跌 不過其後跌幅又收回升回頭,最後全日上升落落 幾十點之間上升落落,最後全日收24,643點 升67點,成交861億,仍然不多 今天市早段能夠做好多得國企指數以致 國企指數成份股,包括內銀股 例如939之建行,1398之公行都有不錯的升幅 大動的市向上,只不過騰訊回軟 941之中移動又回軟 令市升幅不能夠擴大之餘 反而一度倒跌,最後只能夠小升67點 講回整個市情勢,今天市高開後回軟 50天線又要拉腳,因為50天線是24,598點 高開後曾經拋離過,因為去到24,88點水平 但其後跌穿回軟,最後全日大部份時間在50天線上升落落 就有兩個原因來講一下,第一原因是昨天節目也提過一下 就是港股放假期間 外圍其實很多事情正在發生,數據 雖然有,包括今晚已經有了 就是美國第一季的GDP 然後星期五又有重磅數據 就是ISM的數據 製造業數據,看看美國製造業的情況 究竟去到甚麼情況 這個是重磅的數據,加上聯儲局正在開會 明天早就知道,幫我們放假,明天早就知道聯儲局究竟 是甚麼葫蘆賣甚麼藥,顏色減到這樣 出了這麼多招,究竟他們怎樣評估整個形勢 這個都會影響到市場人士對後市的信心 既然有這樣的情況,這件大件事在 大家當然按兵不同住 加上除了數據之外,亞洲區金正恩的情況 令大家很關注,因為不見了一段時間 大家很擔心究竟有沒有事 這個大家過了 第二個人物大家關心的就是股神巴菲特 巴菲特接下來星期日就會開股東大會 究竟他怎樣評估股市的走勢 特別是股市金轉跌了就跌了很多 一直都沒有怎樣賣過股票 到以往跌這麼多的時候,他一定是大手賣東西 這次完全沒有 究竟為甚麼呢 接下來的股東大會就有一個答案 他的言論也可能會影響到股市的升跌 所以大家因而忍一忍一忍一忍,都是合乎你的 第二個原因就是跟技術性有些關係 看回700,騰訊和94個走勢 這兩隻股,看起來有甚麼相似呢 就是跟點提四字有關 都是有雙頂疑魂在 首先看到騰訊 之前雙頂的格局,少少地 下回來,後來再衝上來 但今月衝上來,再一次逼近雙頂 暫時不能夠穿 暫時仍然是受制住 而且出現長腳的陀螺高位 顯示,這個雙頂的阻力 仍然有不少回途壓力 制約著的升幅 這個多多少少令大家有些猶豫 騰訊重磅股出現的雙頂 這四二零的水平,好像阻力很大 好像後市上升空間,可能因而受制 見到這個情況下,不敢再大手買下去 這四二零也是合乎上來的 與此同時,看看吧 九四一亦有雙頂疑魂 九四一之前叫做所謂藍燈籠 通常升到尾市最後階段,他才會移動 一移動,接著市便移動,不多 大家覺得這股份上升不是太老禮 但近這段,其實中二棟扭轉這個格局 這段升甚至比市更快 左一步見底,左一步向上 但近這段相對強勢的中二棟 到今時今日,升到這個格局 亦都出現了雙頂疑魂 這就是重要的前浪頂 這兩天市衝上去,穿不到 好像這個前浪頂的阻力不少 大概是63-64之間,阻力不少 會不會又成為一個小雙頂 令到中二棟才是自己本身回軟 然後整個市都受拖累 在這種情況之下,多多少少 令大家去憂心,究竟後市會不會出現雙頂疑魂 以致累的市落呢 加起來,其他的羅蘭股都有似的情況 雖然他不是一個雙頂疑魂 但也升到重要的阻力位水平 好像這個就是建行,今天升幅不錯 跑贏大市的,1%以上的升幅 看到亦突破,滑落突破就是阿降鬼 走勢上,本來好像漂亮的 但他不覺不覺已經升近前浪頂 或者叫密集區的阻力 這個阻力大概是6.4 今天逼近了,就出現近似陀螺 雖然這個不算很正宗的 有手有腳,但手和腳不算太長 但似之地,好像逼近前浪頂阻力 或者密集區頂部阻力 以致平均線100天 一模式就看到有阻力在 所以見到這樣的情況之下 兩隻重磅股,中移動 騰訊有雙頂疑魂 中資銀行股,亦都升到密集區頂部阻力 會不會是市因而受制 所以不敢再大手買貨 大家也會留意 其實再看下去,公行都是這樣的情況 都是升到密集區頂部阻力附近 阻力是5.33元左右 是3月底時做出來 亦都升近了 換言之,很多重磅股都去到重要阻力位 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忍一忍手,不敢大力掃 都是關鍵所在 所以接下來星期一的市 既是要留意外圍 這幾天出的數據 會怎樣的狀況 外圍股是怎樣的反應 另外要注意,剛才提及的 幾隻重磅股 去到阻力位 能否突破阻力位 就是下星期港股的重要關鍵 講到這裡,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